哈囉 可以坐起來嗎 先生 我們認真一點吧 我們認真把這東西拍完 我們就可以去吃飯了 我再背我的懲罰 七七 四十九 十一乘十一 百二十一 六十四乘五十二 我也不知道 今天呢 在我旁邊的這位是大家 應該都已經很熟悉的一個 面孔 面孔 鼻孔 今天呢 是我在美國的最後一天 我們再過幾個小時 我就要出發去機場 我就要回香港了 順帶一提 我現在的行李是完全沒有pack的狀態 沒關係 就留著這個狀態 沒問題 是嗎 但在回去之前呢 還是想要來認真的 坐下來聊個天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QA 好嗎 好吧 旁邊這位就是我的partner 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林長矣 林是雙木林 長是很長的長 矣是矣立的矣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How did you guys meet And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together 這個之前都回答過了 但我們是在一個dating app 叫做Coffee meets Vegas 上面認識的 我們現在大概在一起四年半吧 第二題 How tall is Ian 他剛才認真的為了這個去做一個算數 0.38個台北101 有嗎 哇 你的記憶力太好了 再次再次 0.036個台北101 which is 如果要跟台北101一樣高的話 我需要277個我 優落乳罐要幾個啊 一個優落乳罐多高 I don't care 如果一個優落乳罐10公分的話 18.3個優落乳罐 好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做一下算數 優落乳罐好像20公分吧 10公分好像太小了 下一題 第三題是為什麼 Ian要留長頭髮 然後有人說你剪了頭髮很帥 蛤 所以留長就不帥嗎 嗯 也沒有為什麼耶 就是那時候沒辦法看Synthia 就這樣說 其實一開始只是一個玩笑話吧 就是我們開玩笑 結果後來就慢慢變當真 等你來再剪啊 對 然後我就一直在拿這件事情開玩笑 然後他就越來越固執 就說那我就是不要剪這樣 那就過了兩年 對 就這樣過了一年多 然後頭髮留到一個 就是像獅子的一個程度 他的intention其實是蠻可愛的啦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你短頭髮 我就比較俐落一點 What is Ian's job? 電池研究 其實簡單來說 他就很像是做電池的工程師 這種感覺 就是去研究能源相關的東西 我現在這樣講 其實就是我都完全搞不懂他在做什麼 我們的電池已經很久沒有進步了 就用鋰電池用了20年以上了吧 快要30年 快要40年了可能 沒有出新的材料出來 就是一直都是鋰電池和Graphite Carbon不知道怎麼是什麼 我們就在找辦法把我們這個Carbon可以換新的材料 讓電池的能力可以高一點 你就可以用比較小的電池去儲存比較多的能量 儲存比較多的能量 對 哇你好厲害喔 嗯哼哼 有人問說 Ean會去香港找我嗎? 想啊 但沒辦法 那現在香港並沒有開放非香港居民入境 再加上現在其實香港的入境政策還蠻嚴格的 就是包含Quarantine跟對於入境的限制都比其他國家還要高很多 所以暫時應該是還不會去香港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再來一次香港 然後可以再帶你出去玩這樣子 可以可以 像我21天的假也沒有 他說 so sad What are the cameras that we are using? 我平常用的是那個Canon的M50 那我平常是用它來主要是vlog 那拍照的話 這一顆鏡頭是還不錯 我會把鏡頭的那個型號放在這裡 它的那個 它的相機就稍微專業一點 就真的是拍照的相機 那它是比較舊的拍照相機 Nikon D800 它是35mm Nikkor Autofocus lens 2 focal length 是1.2 別的Lens卡在四分 好久沒見他們 接下來呢就到一個比較跟我們Long D有關的問題了 有人說我們Long D久了之後 會用什麼方式就是keep fresh 然後會不會因為Long D會變成比較少共通的話題 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本身就沒有太多共通的話題 我說的是就是 Life circle wise 我們兩個的那個工作其實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平常不太會去聊太多跟工作相關的事情 但我們可能聊的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小事情 我奇奇怪怪的東西 對奇奇怪怪的東西 其實比較講工作還是比較好一點 對 就是我每聽到Synthia有一個問題的話 我就會馬上想 我怎麼樣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我不是完全了解她問題 我只是Synthia跟我說的這個小部分 我就想說OK 那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對我來說我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選擇的解決方式會跟她不一樣 我們現在慢慢有盡量找到一個平衡 就是我們就是以傾聽的方式 在溝通工作的東西 甚至我覺得我們在Long D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怎麼太多在聊天 因為我們都不是那種會五分鐘一個message的那種人 我們就早上早安 晚上 晚安 還好嗎 然後就回去工作了 然後我就去睡覺了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但你說用什麼去keep our relationship fresh 因為沒有像你那麼奇怪的人 好像每次都很fresh 你認真的嗎 我很認真啊 Vice Versa 然後就不要想太多 就專心工作大家 專心過好自己的生活 然後給對方多一點trust 然後也讓自己做到可以讓對方trust的感覺 哇 說得那麼好 我還是在那裡 大家好奇怪喔 我也覺得你很奇怪 我的天啊 有人問說會吵架嗎 通常會吵什麼 我們吵架通常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聊到工作的時候 我就說你都不懂 但是你這樣做這樣做這樣 有可能就會好一點 通常都是我比較會刷小脾氣 然後他就是 他比較那種也不爭不搶 對吧 是嗎 我聽不懂 通常會吵都是我覺得他很 他會很想把他覺得的那一套東西 要放在你的身上 可是這個就是他的個性 因為他很習慣每個東西都要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或是一個solution去解釋他 他會很追根究底的想要去解決一個東西 可是在我看來就會覺得很辛苦 我在生悶氣生個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會和好了 你看他的臉有沒有生氣嗎 1 2 3 有人問說吵架的時候會講中文還是講英文 我跟你講這個也是我們為什麼沒辦法吵很久的原因 我聽不懂 就是我的那個第一語言是中文嘛 然後他的第一語言是英文 所以每次吵架的時候我會試著用英文去跟他講 可是我又沒辦法Fully express what I mean 然後他就會很努力用中文跟我解釋 後來發現兩個人就是太努力的時候我就覺得很累 然後就啊算了算了算了 就乾脆不吵了 我就吵到我會說蛤我聽不懂 對這也是百靈果的一種好處吧 然後就喔好吧 那我解釋一下 那解釋完起就消了 有沒有考慮要結束long day 然後開始同居 你知道什麼是同居嗎 I'm living together 答案是 要 沒有啦這個當然是一個大的目標 我覺得我們都還是想要多花一點時間在一起 然後住在一起 更了解對方這個人吧 如果有機會的話 目前來說他就會留在美國 然後我暫時還是會回香港去 未來也在慢慢的計劃 看有什麼方式可以到同一個地方 這樣子 再來這個是 The most requested Everyone's asking When are you getting married 哇這個是一個sensitive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咳嗽 對我來說 就現在還不是這個第一首要要考慮的東西 像我們自己的生活也還沒穩定下來 對 我們是要先努力把生活搞得穩定一點 找到一個方法去一樣地方 應該這樣子 我覺得結婚這件事情當然是兩個人都會 是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會想要往這個方向走 但是你說現在有沒有打算說真的要付諸行動呢 我覺得到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經過在一起幾年之後 覺得對方有沒有變得比較不一樣 我其實覺得你有變成熟很多 真的喔 哇哦 但不是現在這種成熟 不是這種成熟 但我是說可能自己有撥開一些迷霧吧 就是感覺更知道你自己想做什麼 你呢你覺得 好像差不多耶 變得更漂亮 好下一題 彼此的short term plan 或是short term target 我的話比較現實一點 當然你有一個穩定的full time job是好事情 就是很穩定嘛 我現在就是比較會認真在explore說 我有哪些是可以嘗試的工作 各種型態都好 就希望讓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彈性更flexible一點 short term是多遠啊 想五年算short term嗎 五年 五年 工作現在為第一 你要把我們的電池放到一台 大家都喜歡的車子裡面 所以大家看好喔 我們車子出來你要買喔 我會到時候可以幫你發個IG post 我是做一個電池放到人家的電動車 請大家買一眼的電池做的電動車 但是他不是在那個T開頭的那家公司上班 不是不是 How to build trust Trust is not built It is a choice 哇英文跑出來了 對你英文一講出來就整個人都高級了起來 Trust不是用改的 是一個選擇 我覺得我當初並沒有去思考太多這個東西 的直覺覺得我信任這個人 然後你的就是行為呀 會讓我覺得值得信任 所以我就是很很單純的就是信任這個人 我覺得就是每次你要自己去選擇去Trust 然後東西南北的東 想來想去 東想西想啊 東想西想南想北想 那時候就選擇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害怕去信任人 就算說你信任一個人可能會受傷 並不代表你沒有去Trust別人的能力 你沒辦法給他一點你的Trust 他也沒辦法給你相對應的這個關係 就我覺得兩個人的關係是對等的啦 然後再有人說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爸爸媽媽不接受 有沒有什麼advice 這蠻有趣的耶 我覺得 像ABC First Generation 在美國和加拿大長大的朋友 可能會常常面對的一種議題 美國加拿大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homogeneous society 就是heterogeneous society 不一定會跟你一樣race的人 fall in love 那小孩長大在不一樣的世界嗎 對別的relationship有興趣 可能會更開心 這個 這個就需要去跟父母聊聊 是怕說culture不一樣嗎 還是只是覺得陌生而已 那陌生是一定的嘛 大家的background不一樣 大家背景不一樣就會覺得很陌生 但是也會讓生活有趣一點 那懂得原因就可以慢慢去開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我大概可以想像他們會有什麼樣子的擔心 當然在fall in love的時候都會覺得 哇對方真的很棒 哇哇 要結婚他不是兩個人的事情 而是兩家人的事情 其實 哇你想好多喔 他們一定會想說文化的不同 會不會讓我的女兒或是我的兒子會很辛苦啊 就是為了孩子的開心嘛 就是父母當然覺得 一定會擔心 就是一定會把小孩當作第一優先順位 先去了解為什麼父母會擔心 然後你問自己 這些東西是不是你可以克服 或是你覺得這個人是不是值得你去克服這些困難的 那如果是的話其實 就是老實說啦 就是父母活的世界跟我們活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experience也不一樣 我們的看的東西看的perspective也不一樣 你確定自己是願意然後很開心的 那你就做到讓父母也看到你開心 因為這個是父母覺得他們最在意的一個點吧 下一題是 見不到對方的時候會每天視訊嗎 1 2 3 不會 我們不會吧 我們有嗎 沒有吧 我有嗎 那什麼 我可能沒有了解問題 會我們每天面對面相對嗎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兩個真的都不是很黏人的人 就是沒有見面的時候 欸你真的好奇怪喔 我們見了面我覺得反而比較黏一點 沒有見面的時候 是真的各過各的生活 過得挺好的 我好像都真的很專心工作 我們是認真生活的 我們這麼久沒有見面 你看到我的那個moment 你在想什麼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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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來了 我就看到他的第一眼 他就已經是這樣 在機場 然後我心裡想說 哎呦我本來都很想要就是掉個幾滴眼淚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 在大庭廣眾之下 然後就這樣然後跟我走過來 我心裡想說天哪我真的是 雖然說有一點緊張想說很久沒有見面 不知道在見面是什麼感覺 還是一樣奇怪 那今天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也準備要去收行李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吃飯 然後我就要去機場了 他今天一直都處在一個低氣壓的狀態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希望疫情可以早日的 走開 走開 給我閃 然後我也知道還有很多 就是比我們還要久沒有見面的Couple 還在很努力的堅持者 加油 好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